是的 先聊一隻883 是劉思思來的 他說11.3有貨 昨晚見到油價急跌6% 他說如果今天跌穿10元的話 應不應該扣呢? 這個883很明顯是不應該扣 或者我對於其實整體的中資資源 已經去到是哀莫大於心死了 當然要理想 哀莫大於心死 不是因為我曾經不斷去愛過他們 買過他們 然後不斷遇到挖結奴而哀莫大於心死 不是這樣 就是客觀懶懶旁觀 見到一種相對美股那些資源股 這麼淒烈的情況 就覺得去到絕望了 這些這樣的股份 我們見到很簡單 也免得再形容 就是說美股在烏和戰爭的前期 美國的一些資源股 別人都轟烈地由低位大升 你不要理我現在跌倒了 這個人起碼是升了給你 但是我們香港這一邊 就是升就完全不僅 是跌的時候 可以跌出52週低位的 包括了比如說 江西同業或者中國女業 那如果你是玩到這麼絕的話 其實這個投資的價值還在哪裏呢 老實說 我們就去回微觀看8003這個股份 那我會重新對8003 是會一個懷疑的態度 和信任的態度 那為什麼呢 這個我明白就是說 石油的上油價價古籍模型 然後油價是100元樓上 8003賺錢賺到飆血了 這個不是時事事到飆血了 是賺錢賺到飆血了 這個我明白的 這些這樣的理論 我完全明白的 這個我作為一個基金經理的話 我根本我公司內部 是連883的盈利壓測模型 我們自己都有的 這個而且準成度 是近90幾個%那麼準的 可以去到這個 那所以它那些什麼盈利的模型 我完全認識的 我完全知道的 這個OK 但是我想說 它的盈利模型是這樣 這樣完全受惠油價高企 那又如何呢 這個OK 那個股價就是一樣是 就是你派幾個股息 那股價仍然是沒有用的 這個就是仍然都是扯高 然後又是跌下來 那我會重申 就是說在歷史的角度 逢是一隻股票 是為了A股在高價上市 然後浪高了H股之後 很多時候最後的悲劇 都是好像兩架只沒有了那樣 那麼淒悲 又是被人散了下去的 那麼例如說昔日那些什麼 什麼三百九百啊 或者是說近一兩年那隻 有隻叫海螺已經的CRO 基本上在A股股 自那邊互章幫完大家之後呢 就是那邊市場的高位來的了 就已經 那麼悲劇性非常之慘氣了 這個 那麼我們都會見到了 八百三也都無毒有誘 又好像是哦 暫時這麼看 這個因為八百三 在A股股一定價完成了 我正在上市那一刻 就是它最高位了 暫時它最高11個多嘛 這個就是整個高位了 起碼現在你沒得詭辯的嘛 現在你10元 這個位置不是低過那個高位 是不是低1元呢 這個 那麼不如1元之後 可不可以再低 再1元1元這樣低呢 這個 那麼其實我真的表示比較擔憂 所以變了就是說 我最後聽說一句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仍然看好油價的 雖然我來真的 我不看好油價的 我不看好油價的 OK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好油價的話 那麼不如還是做回 你那些這樣的石油股 就是好像古神巴菲特的新愛股 OXY的西方石油的 或者是你喜歡去做的槓桿的 覺得油價跌到的指向低 你怎麼都反彈的了 那就有了 應該是兩倍槓桿是不是 我不知道兩倍還是三倍槓桿 這個應該兩倍吧 UCO的這個 那麼這些這樣的槓桿式的石油的 期貨工具 那麼可能來得均深過香港 這一邊的不公平市場 那好